经典专书 性灵笔记2 从医生 医师与医者的不同角度 看尽生老病死 透过人文关怀来倾听医病新生 欢迎收看经典的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实际上经典杂志在杂志的前沿 我们有一系列的一个专栏 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专栏 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有每个文章过来一定要拜读的 也就是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叫性灵笔记 我们已经帮他截止了一本书 现在截止了第二本书 也就是我一直请我的老朋友 他出来写一些文章 可是这些文章很重要的是 它不是高高在上 它是站在一个资深医师的自行 医病关系对学生 对病患 病患的家属还有对自己 那种内省式的一个写法 我想让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金领奖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头衔 也许这些年来 整个台湾的医疗环境有的一个进步 那说有功劳在于我们这个作者 那应该是不为过 我们现场欢迎我们的赖奇万赖医师 赖医师你好 王总编你好 各位观众好 赖奇万台大医学院毕业 曾任台大神经精神科主治医师 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 癫症中心及神经生理诊断实验室主任 慈激大学副校长暨医学院院长 教育部医教会常委 医学院评鉴委员会主委 现任核心医院医学教育讲座教授 神经内科医师 长期于经典杂志撰写性灵笔记专栏 一位资深医师的字省 提笔写成性灵笔记 在赖奇万的新书发表会上 许多人分享他们眼中的赖医师 非常感谢赖教授过去这么长久以来 对台湾的医界对台湾医学教育界的很大的贡献 提供了非常多好的建言好的制度的设计 并且实际去执行 176月是医界新学队 就是他刚刚讲的 他的学生们 一直觉得 我做医生到底 7年来 他会觉得说 我很纳闷 我到底走对了吗 因为他讲到健保的资源 包山包海 他讲到病人家属团的不信任 而且是不尊重专业 甚至于出言暴行 268月他自己说了 他说他只问耕种 去问何日花芽 也许这句会安慰我们这些周医生的人 你就播种吧 我只要能够影响一个人 我这一生就够了 我是病人的母亲的立场 我是感恩很感谢台湾的医师们 医学们 这么细心的照顾我的女儿 那一师这位医生是特别的医生 那一师在看盟诊的时候 先把我们不当病人 是当朋友或者是家里的人 那我们也忘记我们是病人 就是跟他继续继续续续 什么事情都跟他说 像赖七万一师这样的模型的一生 我希望以后在台湾更多更多 不要且绝望 我跟这个习万兄赖教授 从初中到高中就是同学 一师一友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 记得赖教授刚回台湾的时候 他的风患风靡在全台湾 那么所有年轻人都以赖教授为荣 这本书的话呢 我自己不知不觉地看了三遍的话 适合任何一个阶段的人看 以我的话呢 实在是太晚了 假如我年轻的时候 有能够看到这本书的话 我再当医生的话 可能我也是刘教授了 不会在这边走江湖了 那么 我等一下我要买几本书回去 让我儿子也还来得去看一看 希望他会当一个好医生 在台湾这个现阶段的医疗环境 有你自己所看到的困难的地方 也就是每个月必须花点时间 来把它纸笔写出来的 但是这样子的过程 愿意把这些所见所闻 变成文字画出来 我一直想问你是 你是被谁inspire 因为很多的医生就是 我最厉害嘛 我哪就会告诉你这个 浪费我的精神 但是把它画成文字 希望人家来看它 让人家可以产生的思考 产生的反省 我们先问你 你的起心动念 跟你的私诚何处 我想 我可能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是 不过我是 打从心里面 我一直觉得 医生这个职业 是一个 很不好的职业 同意 因为 但是我们的理由可能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 很少有职业这样 包围在你周围的人 都是感激你的人 佩护你的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职业 因为你做错的 变成不喜欢你的 他们不会回来看你 会回来看你的 都是一些感激你的 认为你做得很好 是 所以你不知不觉会自我膨胀 是 听懂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不能够自省 不能有那个 谦虚 的话会是一个很可怕的医生 他可能会是一个 很好的医将 就是说 技术方面非常好 事实方面非常棒 但是因为没有那种 自省的机会 他可能态度方面 会非常有问题 但是没有机会让他知道 他有问题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自己 我不敢讲说 我这样做是为了别人 其实我是为了自己 就是因为透过文字的时候 你才会去想很多 你平常没有时间去想 所以我袋子里面总是有一张白纸 那我就碰到什么事情 我觉得怪怪或觉得 需要自己想一想 就是写几行字 那这个字没有人看得懂 本来字就很难看 不过这种字 这种时候写的字 那夜深人静的时候 坐在书房看那个 有时候就突然间会有一个 冲动是把它写下来 那有些写下来就变成 心灵笔记 文旗护管需要教的那个 那有些真的是很见不得 因为我骂自己 骂得太惨了 我就根本就不公主于事 不过这是一个 实际上对我讲起来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透过这种 反省自己的错误的时候 下一次再看到一样 这样的病人 你因为能够避免你的错误 你可以帮忙这个病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解消你以前那个 做错的罪恶感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教学的方法 教自己 是 因为你在这边想办法 也是自己想办法在 当医生又当老师 又当编者 又常常提供一些平台 来谈这些事情 你理想中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医疗环境 应该是什么样子 刚刚回国的时候 我常常会批评仪介 医界当然最主要是医生 那我渐渐渐渐渐的 我可以讲有一个片子叫做 医疗风暴 好像是这样 就在一个故事 他们写成一个六集的 那个电视影片 一直在讲一个麻醉科医生 那有一次要急救一个病人 所以用的药才发现 那个药是已经过期了 但是医院为了要节省 所以就没有再去电 所以整个暴露出很多医疗内幕 那我那时候那个 他们请我去写 讲一些导读 导读还导什么 就是电影的 那我跟他讲说这个 我绝对不会 去引漏这种电影 因为已经 宜兵之间的信任感 尊重都已经在危机的时候 这种电影 我相信这是故事 但是你这种故事 真的会让社会大众 更不信任医生 所以我绝对不会赞成这个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那个是第一集 我给你看的是第一集 他整个六集后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解释 那希望他也是希望 结果是能够维护这种 对医生的尊重跟信任 那经过那个事情以后 我开始深思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 医生是病人看到的第一线 但是医生的很多座位 有时候相信不是医生 本身也认为这是对的 但是因为后面的 经营者的想法 或者健保政策的关系 让他不得不这样子做 那当然我可以说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就不会征照这种 假设我是在那个医院工作的话 我就不会再在那个医院 所以有时候跟黄大夫院长 开玩笑说 在核心医院是我唯一 能够找到工作的地方 因为其他地方我会饿死 但是我想问题就是说 今天就是如果大家都说 这个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个医疗这些营业者 我说营业 他们真的是有营业的观点 或者是健保政策 他们就不可能能够退 因为没有人会跟他配合 那今天我们就是被 被人家拉着鼻子走 是 但是受苦的是我们社会大众 是 所以我想是今天如果说 我们的民众 能够信任尊重医生的决定 但能够替医生去对抗 后面的这些压力 我想我们台湾 才能够有办法反转 赖医师特有的人文关怀 背后有一段段深刻的医病关系 像这个送给赖奇万老鼠医生布娃娃的 来自一个年近八十岁的退休老护士 以前最喜欢做布娃娃送给病人 安慰病人 他得到了见动人 一天比一天的没有力气 在这个诊断过程他是非常不能够接受这个诊断 有一天送了我这个东西 他说他做这个花快一个月 他说对他讲的是很不能够接受 说自己过去很轻松的就可以做得很漂亮的 现在居然要用这么久 但是他也要让我知道他对我的诚意 另一个布娃娃是八十岁的诗志长辈送的 他来看我的时候是很明显他的诗语症 因为他语言方面就是了解 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是全懂 那他讲话他的表达方面就是不是全 全部是对的 他是关用右手的人 一看就大概知道是左边的大脑有问题 果然是做起来他左边的大脑确实是 语言区有一个很大的脑瘤 他也能够接受我们不再做进一步的治疗 有些病人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根治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 还有从他家属的回应 你知道说你做的事情是值得的 实际上我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医学的部分本身 它并不是那么容易来做 当下能做到很多的判断 因为症状的产生 它背后可能有几只种原因 那以医生过去的经验的判断 所以常常讲的误诊对我来讲 这怎么 常常这个名词就是错的这个事情 那个是trineral 你不这样做不行 可是现在已经不太一样 医生的已经在在二十年之来 从你回来之间 我觉得台湾的医病关系上 应该有显著的改善 我想你也可以体验到这一点了 是不是 改善还是 改善哪 改善 改善 要比早期是一定有吧 我不晓得 我曾经在经典杂志也写过一篇文章 就写我们要成立一个医病平台 是 那个感触就是因为有一个 也是台大毕业生 就是我的学弟 这个应该四年前还是五年前 他就是六月毕业 八月要去当兵 七月的时候来找我 他就跟我讲说 七年前我考上台大医科的时候 我高中同学都非常羡慕我 但是现在我的高中同学 大家都非常同情我 那讲完以后留下泪来 他讲了很多这七年来的 他亲眼看到的 他的学长学姐 因为遭受病人或家属 所谓的无理的 是 的侮辱或语言的 霸凌 然后或者是肢体的暴力 是 都有 然后看到自己老师做得那么辛苦 做得那么好 结果被人家告上华庭 回来以后的愤怒 所以他觉得说 我这个职业跟我想象 刚刚初要进入 选择做依这一条路的 可以做很高尚的 很帮助人 很愉快的 很有成就感的 好像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震撼 就是说如果今天能够再 再有一个次做决定的时候 我绝对不做医生 事实上我现在我的学弟学妹 问我或者我家里的亲戚 问我说要不要做医生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说最好不要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台湾这样 继续医病关系恶化的话 台湾聪明的人 有理想的人 有热情的年轻人就不来当医生 结果最后我们受害的是 整个社会大众 是 所以我只觉得说我们需要 我们建立一个平台 让医生跟病人都有机会 讲你行医或就医的经验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互相了解 对方的想法做法 然后也许可以 因为这种互相的了解 能够看到对方跟自己的盲点 然后慢慢慢慢可以互相了解 我们是第一届的直激医学院的毕业生 那时候我们医学院 还是非常小的学校 所以其实人很少 那我们去找老师 虽然他那时候是副院长什么教授 可是我们找老师就直接就 去他办公室敲门就进去了 他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说 我们的临床 我们的医学院的教学要走入临床 所以我记得印象深刻就是 我们要做个测试小脑平衡 我们要请病人摸他的鼻子 再摸我的手 这样子做 我们有印象我们要测得这个病人 他真的是小脑萎缩的状况 那赖教授他就说 你已经很确定 他就是这种不平衡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再照书上的 就是做摸他的鼻子 摸我们的手 因为他晃很厉害的时候 他要摸鼻子摸不到 会戳到他的眼睛 所以他就教我们改成 就是说摸他自己的下巴 再摸我们的手 那我们印象很深刻说 这个书上没有教 可是从他的观点 从他的就是说这样子的做 就让我们知道 其实你如果站在病人那一方 去考虑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做很漂亮的 神经学检查 可是你可以保护到你的病人 这段过程让我会更重视 临床上跟病人之间的接触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并不是现在的这种 比如说脑部的扫描啦 或等等的 什么超音波 可以去取代的 所以在临床训练的时候 我会刻意地要求自己 在不论是临床上面的病史询问 理学检查 还有甚至病例写作 那这个部分是最基本的功夫 当一个医生 但是又当一个老师 这两个角色之间 一个是对病人是 他的生命的延续 对当一个老师是他 某方面在行医之路的教育 是智慧的延续 这两个之间对你来讲 有没有什么差别 实际上我做的工作是 教师兼医师 是 医生这个字 拉丁文是 Docere Docere的意思是 教 所以医生本来就是要教病人 让他知道他的问题 是 因为你谈到这个 我可能要换一个角度讲 就是说 我非常非常感激我的 我建宗的时候 高山的导师 高中的导师叫做吴也民 那时候的化学教科书 都是他写的 那这个老师是非常严肃 长得很高 很严肃 不苟言孝的老师 但他对我们学生都非常好 那时候他要我 给他看那个大专年考的志愿表 那我给他看了以后他就把他丢台湾 他说你们台湾人 他本身是北京 他说你们台湾人怎么都这样 就是硬是要自己的儿女做医生 是 你根本不适合当医生 然后那时候觉得 很冤枉我护膜 因为我 我爸爸妈妈并没有逼我 念医科 我那时候很不服气 就是他为什么说我不适合念医 所以问老师说 老师你 你凭什么说我 不适合当医生 他说那希望你整天 嬉皮笑脸很快乐的小孩子 你知道吗 你这个职业就整天面对的是 愁眉苦脸的人 那时候真的是被他一讲 就愣在那里 但是我真的很替我爸爸妈妈 打抱不平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理由 缓博老师 所以我跟老师突然间蹦出一句话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话 我说老师如果我的职业是 进来的人都是愁眉苦脸 但我看过他走出去的时候 他会有点笑脸的话 我觉得这个职业 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这个老师是非常严肃的人 一听 他突然间就 拍拍我肩膀 他说好男儿好自弃 那个我永远留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你说一个老师 他是会很关心他的 甚至他将来要做什么 他都要管 那医生也是一样 医生有时候 也是因为你这个病 可能跟你生活习惯 或者你的一些想法有关 所以一定要去矫正你的想法 就是要做焦的动作 你觉得当医生最快的事情是什么 快的事情太多 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 门检看完以后 你会觉得有些事情 你会觉得很高兴 刚好我太太也是医生 不过她现在已经退休 所以有时候回去 我会跟她讲一些 我今天很快的事情 然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些 做医生的那种快乐的地方 那这种事情真的讲 大部分都跟钱没有关系 没有物质上没有关系 那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那你会觉得说 没有多少职业可以 让你享受那种 我现在常常用成就感这个字 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说 成就与成就感 是 我真的觉得说 很多时候成就是 大家都看得出来 写了多少论文出来 我拿到多少荣誉 我升职教授什么 这些都是大家看出来的 这是成就 那成就感是你自己觉得 自己有一种 fulfillment endose的感觉 对 你完成了一个事情 我觉得是年纪越大 我也觉得说 成就不重要 成就感才重要 当一个老师呢 最快的是什么 我想是学生的成就吧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你老师的快乐 如果是看学生的成就的时候 你就会用名跟利 比如学生现在当什么 我学生赚了多少钱什么 那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你会 你没有办法看出来 学生的成就感 除非你这个老师是可以 常常跟学生有机会在一起 然后听学生讲他的 他的感觉 心理过程 如果只是看学生外面的人 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出来 所以相对的 你这句话真的是 让我再想得深一点 我现在一直在讲成就感 但是做一个老师的 怎么样去看出你学生的成就感 这个是一个 可能将来我要 更加思考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 信领笔记的专栏作者 我们那几位那一诗 尤其跟他这样子的 三十分钟时间 你才可以了解到 这个是一个 很过瘾的一个谈话 但也很好的 也很温馨的一个分析 但是背后是很多的人生历练 对社会上的一个期许 跟对后世的一个提息 我们谢谢我们的赖教授 继续写我们的一青年评计 欢迎下周推荐 去看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12月号封面故事 宜居家园环境教育 台湾的环境教育 从体制外开始萌芽 从民间到校园 从山野到都市 打造宜居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